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午安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我這個古文共心賞文永文學堂的討論區 裡頭有成員問說 身為主委 我就專對這位靈菩薩 前面我不知道怎麼念 靈菩愛蓮 英文可以這樣叫阿彌陀佛 末妙 菩薩,接下來我就直接對這個阿彌陀佛 菩薩 對話 要注意一點就像前面我曾經回答過他 回答過您就是 造句的時候要注意那個字意 你要注意他造的句子和 同不同順 最主要就是不該省略的不能省略 然後要注意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用在哪裡像上一次那個君 君之道 君之道 一般 尤其在前面那個上下文那是唯一君之道 這要注意 這當然是要慢慢 就像我們現在從小到大怎麼會學會講話 然後慢慢培養 慢慢熏悉 日記又來自然就知道 正確一時講也 沒辦法說 說一個絕對的鐵則怎麼遵循 因為語言文字是變化萬端 只能就事論事 就施 像你這裡提到說我想 我今天想寫一段 文言文 你不要 把文言文看成好像把字省略掉 就是文言 其實身為族文本身就可以做文 文言就是什麼 注意不要說古文或 現代文 或者 近文 盡量講文言和白話 其實就是 書面語言和 口頭語言兩種 只不過 以前書面語言幾乎都是那一種 形式所以我們稱古文 那現在書面語言因為要用語體的 白話寫到 書面文字上就是已經 書面和口語的 語言兩個已經混淆不分了 已經 所以現在 才一般說古文 就要以為 其實古文裡頭也有很多白話 你看世書心裡有很多當時我昨天才講 對他才剛分享 那謝安 那一則故事那個平早前後 有些我還不一定看得懂 因為有些他不一定合我們一般文言文的那種規則 那可能就當時說話的一個習慣 他是照當時說話口語去寫 所以為什麼 中國文化可以傳那麼久 因為我們有書面語言 有人說秦始皇那麼可惡 可是他最大攻擊統一文字 這其 再來就是 我們的祖先都留下文言文 所以 我們現在可以看懂 秦始皇那時候的文字 像李氏 建祖課書 還是倫語孟子的那時候書 就是因為他文言這個 規則還在 可是你看即使是說新語比較晚 有時候你還看不懂 因為他 不合一般我們文 書面語言的那個規則 那等於也是把口語 當時習慣的口語或者文法攔進去 比如說我們現在白話文最常 建的文法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看藍田集序 一開始就有 這個語字 像文言文 就像英文一樣 I live in Taipei 我住在台北喜歡把 過去 地方父子放後面 對不對 文言文剛好也是這樣 文言的語法也是 你看 睡在魁丑木村之處 惠於 跪跡三天來 他喜歡先講惠 再講瑜 這個跪跡三陰這藍庭就地方父子 修飾在哪裡惠 可是我們白話也可以 集會在 跪跡三陰的藍庭是不是可以 可是白話更好的是怎麼樣 白話更習慣的是 在 跪跡三陰的藍庭集會才對 對不對你覺得哪一個你自己念兩遍 你習慣聽人家講說 在哪裡集會 先講在哪裡還是先講集會在哪裡 你就知道 你看剛好文言文的文法在這裡地方父子 它跟 英文是一樣 你要慢慢去掌握 發現其中這些規則 你就知道他們在搞什麼東西了 不要是死背的一些字詞翻譯都沒有用啦 他懂 裡頭的文法結構字義 邏輯 你才能 止減欲凡 事辦公背 讀書一定要講辦法 不要一個死骷髏 你在努力對你很用功 可是可能是背而公辦 徒勞而武功就是這樣 所以觀念第一個就像我現在 自學 西家家語言 電腦程式語言也是語言 你才發現觀念很重要不是光寫程式 使用語言也要你觀念正確了 很多都事半功倍 像這個 你只要不要 你就是一定覺得 文言文就少一點字 所以啃料生 那你要像剛剛提到 不該省略的你有省略嗎 為主委 誰為主委 除非你上下文這裡已經講說為主委 一般你第一句話就是 這個開頭的話 為主委 當然你說 做一個主委白話好像這樣講 也不用帶出一個主詞 對不對 可是 作為一個主委 你看 你至少這裡身為主委 要做話單純 你這裡可以說白話一點 就作為一個主委 做主委的 說話要單純 沒有講說誰做主委 對啊 可是文言文在這裡你看為主委 是可以啦 可是 如果身為主委難道就不是文言文嗎 就沒有必要省略掉 人家韓語 古文八大家為什麼被人家詬病 就是說 他古文八大家之手 截居敖搖或怎樣 他有些就是 有點這樣 就是這樣 明明可以不要那麼傲了 他就一定要傲 可以寫前嫌一點文言文 他可能就是要生傲也 所以他要學 上書或怎樣 上書那個太古老 所以剛剛提到白話和文言的關係 像上書 上書 沒有人那麼無聊 我們 語言發展是怎麼樣 後來語言和文字脫離 所以我們才有文言文的書面 文言這一套 可是文言文的源頭就是我們 古早老 祖先講的白話文 沒有人那麼無聊講一套 寫一套 他就是把他講了 他認為怎麼樣的文法 他就寄下來 那後來因為語言變了 時代變先就像我們現在 幾乎都是用副詞 時代越來越複雜 詞會越來越多 用的人越來越多 自然就會不斷的衍生 比如說我們孩子 對不對 也會越生越多 這個一樣不管生理或心理的 我們講過的七星大法 是不是 他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 語法就會有所不同 你就覺得 之前人家那種邏輯規則 你就看不懂 其實身為主也本身就可以當文言文邪 然後說話要端正 語正 這個一樣一個問題 誰語正 你就跑出一個語 語正 誰的語 語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 一定是某個人講的 某個人寫的 你不能說語言要正 誰的語言不管 就一個語言 語言本身要正 語言邪變成獨立 語言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通病就是不該省的 省略 再來第二個邏輯問題 你看我最近發的跟學生討論 你自己想一想有人說說話端正 只有儀容端正 端正 注意 他修飾的是什麼 通常 至少我們白話 我現在是針對你先針對這個白話 端正是講儀容 儀態是身體的 我們講七星大法裡頭生理的 不知道七星大法是什麼 看一下 注意這七點 有不同的層面 要注意的 端正是修飾這個的 不能修飾這個 當然你可以說思想端正 好像可以 所以我又可以跟正講 可是語言端正 語言也是精神層面 你就發現分那麼細 對不對 對思想端正好像可以 聽過人家這樣子 可以 語言就是溝通 人家沒有這樣用 你這樣用就怪 語言端正 說話端正就奇怪 說話要什麼 正經 正經 才比較對 同樣有一個正 你單字想不死 想錯了 九王神功力 對不對 有時候自己多念 你是覺得這樣 那你要想想 你有沒有聽過人家這樣說 常常這樣想 你就知道你這個詞用的 是不是 同樣是一個正你想到的酸燈 我想到的是正經 看似意思差不多 同樣沒有同樣 意思差不多其實就差很多 差這好幾十字 所以沒有人說說話端正 端正的說話也沒人這樣講 說話要正經 說話要認真 對不對 說話要 很正式的這樣可以都有正 端正沒有 因為 就卡在端字嘛 通常端是正的意思 他同意父子 對不對 我們說端碗盤不要倒掉叫正嘛 不正的話就 倒了 所以他為什麼端碗盤要用端字 他就跟正 有關 可是就是 很抱歉 所以這個就是前面提到的 這個只有日記 這叫 一般人說的語感嘛 對一個語言文字的一種 直覺 第六感 對不對 那種感覺 那當然這不是什麼玄學 就是你想想看有沒有人說說話要端正 你自己比較看還是說話正經 你說話要正式一點 對不對 要嚴謹一點 這樣子有嘛 沒有人說端正一點 不要用玩笑之話來表達 那這個 奇怪了 我們現在是古工貢新廠應該白話應該 要有一定的 那個吧 不能說白話都 對不對 一般人也不會說用玩笑字話來表達 不要嘻嘻哈哈 君無細言 對不對 不要 太隨便 你這個表意是沒錯 可是你有聽過白話文 或者我們語題 白話就是我們說話嘛 誰會說不要用玩笑字話來表達 不要隨便開玩笑會這樣講 不會說 你聽過誰講話說不要用玩笑字話來表達 沒有這樣 那你怎麼造這種句子 要注意這樣你就知道 哪些句子該怎麼造 白話文沒別的 我手血我口 你嘴巴這麼講 當然不是完全的可是這是一個大原則 至少沒有人這樣講你這樣講就很怪 對不對 不要說這是語題 寫在書面上 可你文不文白不白也就是這一種 白話也沒有人會這樣說 他會說 不要說玩笑話不要隨便開玩笑 對不對不會說 當然隨便開玩笑 說玩笑話就是你這一講的 用玩笑 的形式或話來表達 這樣可以 意思是可以 可是沒人這樣講 很抱歉 語言就是約定 沒人這樣講你這樣講就好像我們 學外文 人家就知道你這個道不道地 對不對 還是很深色 就是這樣 沒人這樣講你這樣講你就是外行 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說為什麼 整到大家都形成風氣 所以語言是活的 現在不行 也許以後行 可是現在不行就是不行 這個一番兩頓 你不能說以後行 以後是以後的事 那你有辦法位為風潮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到台灣常用的 菊阿利 或大陸用的牛 這是很俗的東西 可是他就位為風潮之後 大家都 變成一個詞彙 新的 變成語言溝通上 其實像我們這些 不要說我們 好像把自己碰碰 有水準 他只要可以接受這種表達 至少我不會排斥 因為語言本來就表達的話 表達功能嘛 那他就可以同行 所以他沒有一定的對或錯 這個無敘念之言是可以的 只是 這就是文法就及格了 無敘念之言 你這樣是對的 這三句為主為虞 虛與正你倒可以這樣 就加個虛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為主為 假如加個虛與正 必虛與正 這就變成當然省略 我們有一個 叫天字還原 文言文就是你想像的 他常常省略 可是我剛剛是專就第一句 為主為 做主為 我們想說文言文 白話文這樣想是可以 做一個主為怎麼樣 可是文言文 假如你光這樣的話不行 加個虛與正 這為主為好像就比較沒有那種 不應該省略主詞的問題 對不對 你單獨講一個為主為就覺得好像漏掉了 還不如講身為主為 可是身為主為虛與正 這時候你就發現身其實可以刪掉 懂了嗎 你看就是那麼妙 所以就像下棋要不單的推眼推 去判斷 所以這我會怎麼說呢 如果單就 這一個我就不多打字了 單就這個一定要身為主為比較好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唐突掉了什麼 然後可是你看 所以為什麼我這兩個方法 心法 不是我的 只是我整理 你其實都在用 你不知道整理成一個有機而且以減欲凡的一個體系 你自己可以建立自己一套 當 自己不行的時候 不懂的時候 想想看我曾經哪裡疊交過 這其實就是疊交的經驗教訓 現在是想想哪里 是動詞抓錯 主持不該省略或者主持省略忘記把他找回來 忘記給他盤 還是忘了給他盜序重組 像剛剛 惠於藍庭 跪跡三一藍庭 導成於藍庭 貴跡三一之藍庭會 是不是就白話文 文宴文當然不能這樣講 比較不通 可白話文倒過來在貴跡三一藍庭集會 這個白話更通 也集會在貴跡三一藍庭更符合白話語 他的用語習慣 用語習慣 所以為主委蓄證可以的像你看三字經或者弟子規 他就常常這樣省略主持 可是他就是 可是這個虛在這裡就不能省略 語證 語言要證 對不對 對 可是呢 你這裡的虛其實有點住動詞兼動詞的意思 語言要端證 語言在這裡反而不是 動詞 說話 他其實比較偏向名詞 當然你可以翻成說話說話要證經 語證 可是他比較著重 你看加了一個虛你去想看加了一個虛 他反而就可以省略主持了 連前面這一句 就好像一個起始句或 規則命令句要求你 像弟子規三字經這種 規則化的語言 對不對 他說 狗不叫信乃千 誰不叫啊是不是都 省略了 信乃千 可是他就讓你知道他是一種規則性的 起始性的 起始與紀如 起始 或命令性的 要求性 所以這個虛就有要求的意思 那個意思帶出來 人家就不會覺得這裡有唐突 為主委 那就不需要生了 這時候反而寫 身為主委虛與正 你就發現可以更簡潔 而且又對仗 那人家又不會覺得好像掉了什麼 為主委虛與正 那這樣兩句話上下文你就知道剛講的很重要都有上下文 所以不能斷章曲 觀究這一句當然要加深 如果看這兩句呢 深又可以拿掉你說規則在哪裡 這只有你不斷靈活的去 像下棋不斷的鬥志在那去動腦進去 很周全的 很全面的 很周到的去考慮到才能周全 無戚言 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很像三四經 那 就解答到这 这样就可以了 无戏言 这个只要无戏念之言是没有问题 可是求功诊嘛 来作文就搞文字游戏 出难听当然不是那么肤浅 可是其实说穿了其实就是 不要什么文以再道 我们讲游戏不是说 像人家游戏电玩也可以当成行业 不要把游戏就看成好像很不 稀稀很不正的不是 其实就是搞一些文字的美化修士嘛 说好听美化其实就是游戏 这样不是很好 为主委虚与胜无戏言 均无戏言这个很好 你也可以想到均无戏言 单字想不字 虽然这个格了一个 均无戏言 无戏对啊连在一起 这也叫单字想不字 从戏言想到均无戏言 正不正确我已经提到了 我们把这个 连结这个YouTube YouTube有录吗 这比较清楚 还有脸书我是在这个社团直播的 所以还好 你的参考就好 就不在罪了 语意刚刚跟你讲过 这个是缺在 少了什么东西 你不能说语言单独正 怪怪的 又是省略主 不该省略省略主 可是你看只是加个虚 我也没有再添回主持 可是因为大家有这个习惯 像我刚讲的 人之初心本身这个有主持人 那个信相信习相远还有信 因为信可以让人家马上联想到人的信 不会想到别的 这个还没问题 狗不叫信哪一千这个就比较有问题 狗不叫叫什么 谁在叫 信哪一千 可是他这个就是后面那一句 有信哪一千还是有人 知道在教人 不知道在教狗 叫动物 对不对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光就一句看 有不同的标准 光就上下文看 又有另外一种标准 就好像你下棋 明明觉得这一题 这一棋下对了 可是你忽略掉另外一个步骤 哇还是被人家宰 就是这样 语言作文也是类似这样 你想得越周全才能越稳当 阿弥陀佛 少造业多念佛 还没问题 糊